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时候兄弟姐妹在父母的照顾下快乐成长 长大以后父母老了 大家各自有了小家庭 在农村 成年儿女长大了 父母就会让他们独立门户 儿女成家了就要分家 从另一种角度看 分家不仅仅是分配财产 还是保持距离的方法 有的人成家之后自己建了新房子 离父母的家有好几里路 当然分家并不是说从此就不来往 毕竟兄弟姐妹是最亲密的亲戚 在关键时候需要抱团发展 一致对待外人的欺负 礼记去礼上里写道 往而不来非礼也 来而不往亦非礼也 兄弟姐妹之间的交往主要体现在礼上往来方面 平日不管谁家有了喜事 大家都会在一起吃顿饭 互相问候 比方说有人过生日 趁机会一起聚一聚 还有农忙的时候 大家互相帮忙 体现了大家庭的力量 也体现了深厚的感情 事实上 人到中年 兄弟姐妹走得太近了 就是一场灾难 最好不要频繁来往 大家感情好的时候 可以穿一条裤子 感情坏的时候 可以留心不认 一 交往太频繁了 矛盾就增多了 每个人都不完美 每个家庭也不完美 但是我们大多数的时候 只知道自己的家庭不完美 还羡慕别人的家庭 如果你真正了解了别人的家庭 才会发现 别人的家庭更加糟糕 如果你发现 兄弟姐妹的家庭很糟糕 你要么会嘲笑他们 要么会忍不住 干预他们的生活 说三倒四 还有 人与人走得太近了 各种各样的矛盾 就会慢慢地凸显 无形之中 每个人喜欢 用自己的尺子 去衡量别人 衡量家事 第一 经济纠纷 如果你去姐姐家 借了一百块钱 明天去弟弟家 借一把锄头 借东西 借钱 都是小事 只要你准时归还就行了 万一你哪一次 不记得准时归还了 兄弟姐妹 也会记得你的坏处 觉得你是一个 贪小便宜的人 还有 你借了钱之后 要不要给利息 给多少 这都是一个难题 也会成为矛盾的导火索 第二 家财争夺 父母给儿女的东西 金钱并不是很多 但是 儿女却会眼睁睁地盯着 都希望自己多拿一些 一些大富豪 自己有上千万的存款 还惦记着父母手里的 几千元钱 他觉得自己 也是家庭的一份子 不能吃亏 凡事少得家财的人 都会觉得吃亏了 心中有恨 多拿家财的人 会觉得理所当然 两者之间互不相让 都有自己的道理 有一套说辞 不管父母多么公道正牌 也无法让所有的儿女都满意 总是有后死薄比的情况 一些兄弟姐妹 不仅计较家财 还计较小时候自己在家里多干了农活的事情 埋怨父母没有送自己上大学的 第三 暴露缺点 每个家庭都有缺点 每个人也有缺点 如果你看清了对方的缺点 你就会看不惯她 从内心身处嫌弃她 第四 外人干预 儿媳女婿是外人 对于大家庭的事情 他们看不透 但是他们也会干预 有力之间的矛盾 往往是兄弟姐妹之间的 矛盾的导火索 失去了距离的兄弟姐妹 所有的矛盾都会爆发出来 一个大家庭鸡犬不宁 二 交往太频繁了 就会眼红 一亩生九子 九子各不同 都是从娘胎里出来的人 但是性格 脾气 学识 经济状况都不一样 有的儿女富有 有的儿女贫穷 有的儿女自私自利 有的儿女大度 有的儿女格局很大 有的儿女小度极常 如果大家常常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那么难免会失去心理平衡 觉得兄弟姐妹过得很好 但是不愿意帮助自己 就是他们的错误 比方说两个兄弟 老大在单位上当官 老二在家里种地 老大在城里混得风生水起 但是他对老二的帮助 却是很有限的 老大介绍工作给老二 他会觉得老大不称心 并没有把最好的工作 介绍给自己 反而心生怨恨 老大借钱给老二 老二觉得不要还了 反正老大有的事钱 心情是我们最难以忽视的情感 但是关系在亲 也应有自己的意愿和生活方式 有些亲戚比陌生人还讨厌 不管血缘关系再近 也要少往来 比如那些总是见不得亲戚 比自己过得好的现象 其实并不少见 千万别高估你和任何人的关系 往往不见得你好的人 都是自己的亲戚 别不信 你混得不好 亲戚看不起你 你混得好 亲戚不服尽 别不承认 有的亲戚就是见不得自己亲人好 谁比他过得好 他心里就不平衡 见不得亲戚发财成功 这种现象很可悲 也很可笑 更令人感到寒心 亲戚之间的来往 这一种现象最伤人 但愿你没遭遇过 三 亲戚不共财 共财断往来 很多时候 亲戚之间 一旦掺杂了金钱 就容易伤到亲情 平时亲戚之间 常聚聚餐多交流 是无可厚非的 但不要涉及到金钱 也不要合作做生意 亲戚之间 避免金钱往来 是维持亲情的一种智慧 在金钱面前 人们很容易迷失自己 再好的关系 也可能土崩瓦解 相比其他的人际关系 亲戚之间 最容易因为借钱四破零 朋友之间可以去催 有些亲戚圆滑到催了都不还 亲戚之间交往 要淡如水 因为淡 所以不会跟金钱 扯上瓜葛 那些言而无信 借钱不还的信息 就不要交了 这不是你认不认清的问题 而是对方人品 太差劲 不值得你去借钱 帮助他 俗话说得好 距离产生美 任何感情都一样 亲兄弟明算账 如果有了不清不楚的经济纠纷 那么兄弟之间就无法好好交往了 借钱要立下规矩 说好还钱的方法 没有了财产纠纷 就不容易相处了 亲戚之间的相处 要遵照 嫁出去的女 泼出去的水的规则 女儿出嫁了 对于娘家的事情尽量少管 也不要参考到弟弟 哥哥之间的利益纠纷之中来 一家人各自管好自己的小家庭 在兄弟姐妹有难处的时候 搭把手 其他的时间 逢年过节聚一聚就可以了 一家人要学会大度 不管谁变富了 都是大家庭变富了 兄弟姐妹都是左右手的关系 可以互相博弈 也可以相互合作 还能互相依靠 好的兄弟姐妹是血溶与水的关系 不管家庭多穷 也会一起熬过去 兄弟姐妹是心悸中最特别的亲戚 如何和睦相处 需要每个人都退一步 减少交往 不计较得失 忘记过去的恩恩怨怨 尊重父母的安排 学会感恩父母 兄弟姐妹交往 进一步是温暖 退一步是舒心 不远不近最好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山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佛禅已经正式开通了Facebook 所以你只要在Facebook里面 搜索佛禅 点击关注 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子慕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厚用